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重挫超过300点 这个跌幅大概是2.15个百分点 2.15 那第一个这个2.15个百分点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比韩国要来得轻 严格上来讲今天亚洲股市 都在反映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可能会延续昨天开高走低 那今天还会再往下走 做下沙 所以今天跌不是台股 一加再跌 韩股盘中跌超过3% 恒生 上证 日经 都是重挫 但是 这个情况我们要来看 那台北股市现在很多人在关心说 第一个到底 什么时候止跌 这不是有护盘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我刚刚讲台北股市 今天跌了300多点 跌幅大概差不多是2.15个百分点 有没有护盘 我说有 台积电只有跌1.78 台积电跟大盘关联度 百分之29 大概这个地方 三成以下 但是接近三成 所以台北股市跌2.15% 台积电跌幅只有1.78% 这很明显的 有人在这里 去做承接 甚至一开盘 我相信有人点火 我们不要讲是护盘基金 还是四大基金 还是什么基金 的的确是有 但重点是说 因为外资跟今天 整个亚洲股市 它在反映今天晚上的美股 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护盘 有 但是你看 你看 其实下跌的加速 超过2000加 那上涨的只有多少 只有可怜的 只有100多加 只有100多加 就代表说 今天没有 其实今天量 也没有说 杀的很大量 也没有杀很大量 没有很大 所以简单讲 我们来看 我再举个例子 各位你听我讲 你看 这一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大跌 300多点 你看外资卖多少 卖只卖78亿 外资只卖78亿 那一天各位记不记得 融资大减 所以代表那一天 事实上 全资股的沙盘 还远不及 内资这些股票的沙盘 所以讲白了 这个盘 是外资 它是开枪 可是它并没有 大幅度的点火 真正呢 在台北股市当中 空头 为所欲为 这个 乘势作乱的 是内资 甚至 很多大股东 我讲借卷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 目前看起来 三不管的地带 外资也不会管你借卷 对不对 那政府开放借卷 这个是活络证券市场 讲得很冠冕堂皇 但是 这个就变成了 他们利用现阶段来讲 操作的 这一个 一个后门的嘛 所以 你跟外资讲这个东西 一点用都没有 外资说 我正常 我就跟着国际资金流向 我也没有特别 卖超台股很多 对不对 也没有特别 卖超台股很多 那你指数跌那么多 是因为你其他在杀 其他股票在杀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有些股票 这个立基店 我一直跟各位讲 这借卷死都 这咬得死死的 咬得死死的 那你再看 这里面这些股票不是吗 北极星 这是外资的吗 6550不是嘛 这是大股东 要不要就是钱拨 赚大钱的人 在这里不计价砍出嘛 对不对 这些都是内资 我就跟各位讲 你内资一定要有一个 你面对这个盘式 其实指数的跌 我们都看到了 但真正问题是 信心怎么挽回 我们再讲一句 直白的话 你看跌成这样子 你一直讲说 台股基本面很好 本益比很低 殖利率很高 对不对 这个体质健全 有用吗 你开了一个门 让人家那些 手中没有股票的 去借股票来到 你今天外资到股票 那起码当时是你买的 你买的 我们不限制你 那你要卖你就卖 我们是自由国家 对不对 可是你手中没有的人 你去借这个股票 你把它K下去 那叫什么 那叫借刀杀人 所以这盘式 我一早跟我客户讲 我说通常国安基金 在最近 我不管是国安基金 还是护盘基金 通常最近的操作 我观察 10点前后 大概差不多 大部分是10点过后 他会先做低接 然后看看这个盘式 撑住 能不能撑住 那尾盘再做顺势拉抬 今天有没有 今天我看 看起来是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 那不管是守不住 还是说 守了 这个没有动作 不管是守 守不住 还是没有动作 我不管 那今天这一根藏黑棒 所以我告诉我客户 反正我们手中的持股很少 对不对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我一组会员百分百 到现在一档股票都没有 一档股票都没有 那我担心什么 我就看你 护盘基金 你什么时候出手吗 对不对 人不是外资杀的 人是内资杀的 我跟各位做报告 所以我讲 这个盘式其实很简单 解零还需细零人 那你相对筹码安定的股票 机器很低的股票 你不用担心 受到盘式的影响 你反而应该认为说 受到盘式的影响 那这些股票 会不会可能被错杀 有低点我可以减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解到现在 我跟各位讲 我们等着9月 这个地方 要开始慢慢布局 10月收割 今天不会有人跟各位讲 今天点300多点 不会有人跟你讲这话 我坐在这边跟各位讲 你准备开始布局 你等10月份的收割 3046的建基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这100多档股票上涨 建基盘中工涨停板 我帮你挑的都是 最强最好的股票 大盘跌300多点 只有100多家上涨 有1100多家下跌 我帮你挑的股票呢 强不强 不要讲说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了 你拉回你敢不敢买嘛 你拉回到41块7你敢不敢买 387你敢不敢买 你一定不敢买 你一定不敢买 为什么 你股票一大堆嘛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讲吗 国安基金10点钟之后 可能好像一次有护盘 那大盘在礼拜12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是低点 有没有跟各位讲 可是建基连开盘价都没有破 我都教过大家了 那当然这个不是用今天盘式 因为大盘今天没有向上拉嘛 对不对 它没有那种当天的这个转强点嘛 可是你各位想想看 建基 我帮你选的建基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你来做一档股票就好 不用买东买西的 我想大家都能够听得进去我讲的话 但能不能做得到 对不对 我讲白的 你认同我的话 你愿意跟着我 照这种逻辑来做 你已经算是怎么样 具备赢家特质了 那至于大盘指不指稳 我说那就让护盘基金 让政策 你自己去想办法 你不能整天是口水护盘 告诉我们基本面好 告诉我们台股殖利率 殖利率很高 那结果你不拿出动作来 你让那些内支去借券 去卖股票 没有股票就借 请问各位 我们今天不要讲说 我们今天不要讲其他的 那光这一点 我请问各位 借券是每个人可以借的吗 对不对 而且借券借那么多的 那你回过头来看一看 亲爱观众朋友 我帮你找股票强不强 你一定说老师那当然 你们分析师都是拿最强的股票出来讲 我不是今天跟各位讲 我也把观念跟各位讲了 我也把跟各位讲说 我说接下来有些股票 我要做的是这种 千张大户持股在增加的 那我跟各位讲 这些股票是怎么样 是低档的 我都拿出例子给各位看 对不对 威强店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解释吗 我为什么创新高那天出一趟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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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观察到说 千张大户持股在创新高 那个礼拜偷跑 本来在这里 这个礼拜创新高 你懂我意思吗 在创新高的前一周 千张大户持股是上升的 可是在千张 在创新高那个礼拜 千张大户持股逢高做调节 他们没有卖到最高点 我说 我就毅然决然的 在创新高那天出掉 你看出了下跌多少 跌了多少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 当然 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 今天基本上来讲都下跌了 都下跌 所以 现在重要就是 大盘现在的直稳讯号有没有 坦白来讲 大盘现在直稳讯号我没看到 我不是股神 我也没有水晶球 我不能告诉说今天低点就是低点 或者哪天的低点就是低点 一定要看到止跌讯号 有没有背离 没有背离吗 没有背离吗 对不对 那现在只能怎么样 看能不能出现自息量 三天不破低啊 可是 等到止跌讯号出现了 有些股票 他已经先向上拉了 所以我直白跟各位讲 你赶快来跟我做 现在相对不跌强势的股票 因为那些股票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比大盘先直稳 见机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老师那会不会 会不会见机在大盘直稳之后 他反而杀下来 你不想太多 你不想太多 之前有大涨吗 亲爱的观众 有大涨吗 我讲白的 我拿这边开始起涨 这边35块 今天49块钱 才涨十几块 这叫涨多 我不懂 这怎么要涨多呢 这怎么要涨多呢 对不对 这怎么要涨多呢 是不是 最多是你过高不要追 过高不要追 你懂吗 过高不要追 像今天过高就不要追 但他是不是主流 他相对强势 对不对 说不定等一下 就给你锁起来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我说我们现在看的 不是说在见机这个地方 我们要讲的是 下一档见机 然后你来跟我做 好不好 我们修一下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今天大盘 透露一点告诉我们讯息 真正问题是在内资 不是在外资 不是在外资 那内资当然他们一定会去砍一些涨多的股票 或甚至一些利多已经出来的股票 但相对上面他们为什么要砍 因为 因为他们在收割 涨多了 他们不会卖到最高 可是那些都是极其相对高的 所以他们怎么卖 我想涨多的股票 现在卖很多是赚钱的 那你在相对低档区的股票 我问你 你怎么卖 你怎么卖 没有人要卖嘛 你卖了都没有赚钱 人家吃货都来不及 吃货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卖呢 但是因为受到盘式的影响 可能会出现那种怎么样 被大盘拖下来的情况 那种下跌 基本上来讲 跌一下之后 可能很快又涨回去 因为那不是有大量实质卖盘的 他是被大盘 可能有人在一张两张这样子 这样卖出来的 那些主力或那些大户 他们基本上来讲 他们在这个位阶 他不会大卖 因为他激起很低 就像我跟各位讲 这股票15年底部爆大量 我请问各位 你卖给谁 谁要这个地方砍 你砍什么 你可能盘中看到这大卖 跌300多点 可能短线上面 我想有人猜得出来我这档什么股票 我跟各位讲 我保证一定有人猜得出来什么股票 对不对 那你看受到大牌影响 我买了两张三张 算了 赔一点点卖掉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不会有大量的卖压 因为什么 第一个 他够低 没有爆量 而且呢 你看看 千张大户持股是这样子增加的 这是上礼拜啦 9月23号啦 那当他这礼拜还没有出来 我相信 我相信 当这个礼拜五 回过头来看 等下礼拜 回过头来看 这个礼拜 这档股票的千张大户持股 我跟各位讲 90%以上还会增加 你想想看嘛 第一个 这15年来底部爆大量 你要注意 这个量 这非同小可 这是月线 每一根是一个月 他可以在这里爆大量 那我说 你们做股票 就是要赚大钱 我从这里 到这个颈线位置 还不是这里 这个小颈线 接近三倍的空间 那你今天这个大盘 你手中套到股票 我就算给你 你现在这一波下来 你赔了五成 三倍够不够你算 我讲的是这种股票 那我也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不开 因为盘市还没有直稳 所以我还没有大买 那既然我没有大买 我要顾及我会员权益 我当然不会直接公开 可能有人会说 老师你赚小的 你好胆 你就把它打开 我们来印证 我跟各位讲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弄这个东西 基本上来讲 这是白纸黑纸的 这骗不了人 你有本事你去拆 到时候只要开始发动 这个盘准发动 我就开给你看 那到时候要买不买 投资人自己做决定 让市场自己做决定 所以我也在等 这两天 大盘震荡 只要下个礼拜 这个千账大路持股 还持续增加 下礼拜 就是最好的买点 那你要把握这买点 你就跟着我操作 我也告诉大家 做一档股票就好 你来 我带你做一档 我带你做一档股票 从这里 到这个小景线 你看起来好像很短 对不对 三倍 从这里到这个小景线位置 三倍的空间 欢迎大家一起 进场怎么样 我们自己做报复性反弹 那至于大盘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过去股安基金 或者护盘基金出手就这样 信心喊话 对不对 等到跌差不多了 再来怎么样 跌得深了 再来一些政策的利多 那我们今天就不赘述 反正政策利多 那是官员的事情 他们有他的工具 可是 问题是说 那个时候大盘已经杀了一大段了 融资都很多断头了 我讲白的 你等到那个时候 你再调整你的持股 我讲一直白的话 那叫被官骨吃豆腐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被官骨吃豆腐 所以我们要这样想 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调整你的股票 那调整你的股票 我说我们找到这种股票 很难得啊 15年底部报大量 不要这涨三倍了 涨一倍你已经笑得很开心了 对不对 风达科 这个也很强啊 3004 来看看今天的表现 盘中杀到跌停 很好很好 准备找买点 准备找买点 我直白跟各位讲 有没有 我说我一直在等 我一直在等 今天来 点到点到来你看看 你看嘛 对不对 杀的平台这边来了嘛 那我们前面高档出了一次 这杀下来 这不是机会 什么叫机会 所以我直接跟各位讲 今天礼拜三 我明后天搞不定就出手买了 3004 风达科 这个盘好不好解 这个盘很好解啊 你要分开它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 现在是因为 政策还没有办法让我们那一支 好 去放心做多 因为他们知道政策 你现在就口水护盘嘛 可等到真正政策开始 有做实质的动作了 好 那我跟各位讲 像这些好股票 营收好股票 它就会先动了 宜特也是一样 我昨天跟各位讲嘛 千丈大数增加嘛 但昨天 我说强势你不要追 有没有 对不对 你看今天大盘震荡嘛 宜特 三二八九 你看杀下来 不错啊 很好啊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区间嘛 你懂我意思吗 就在这个区间嘛 那你昨天追 今天 对不对 所以短线上面 我也跟各位讲 那操作 你只要标的选好 现在就是进场时机了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间机 锁定一档 你就做一档就好 强不强 强不强 碰涨停了 这大盘跌 三三三 建计来碰涨停了 对不对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最后听宇哥一句话 好不好 股票市场里面 记得一点 好 不要乱枪打鸟 我帮你锁定的股票 趁这一波 大盘再杀 政策一定会出手 一定会出手 你不用担心 那把资金准备好 因为我只带你做一档 当冲 隔日冲 快速达成目标 像这种股票 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千张大陆持续增加 长线低档区的 好不好 把我的机会 跟上我们 百万锁单计划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